你 你说够了吧 我最讨厌别人打荡我女朋友说话 游戏夜会沈一铃 网上传的视频 相信大家都已经看过了 可是自始至终 为什么都没有出现 二人同时在一起的画面呢 因为这段视频 根本就是由两个毫不相干的视频 一夸揭幕而来的 当天晚上 去酒店找沈一铃的根本就不是游戏 而是你 宋且哥 而且我所说的这一切 都有证据 你说够了吧 你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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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致便没有考虑 甚至因为太不少 兀术居然说 理想珍瑜之间 这枠 knife guilty 陷害游锡 置他于万劫不复之地 然后取而代之 拿走原本属于游锡的男翼 谁说男翼本来是他的 就凭我说的 宋写哥出任男一一事 我并不知情 在我的心目中 男一一直就是游戏 不说 为什么不说 佟天明 你说呀 我被你蒙骗的已经够久了 这次我相信魏然导演的 你 我们游老师 善良 勇敢 敢作敢当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 甚至会偷偷资助竞争对手弟弟 未兵在床的医药费 这些你做得到吗 而你 为了一己之私 不择手段 做了这么多措施 反而不敢承认 用假的视频栽赃陷害游老师 甚至不惜陷害你的伙伴沈亿灵 从头到脚 你们又一点比得上游老师 有没有 有没有 有他们的目标 你们 看看 你 因子 只是 末 不 你 有点 救命 你 不 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